民眾對基地台的電磁波疑慮實有所聞 也發生不少抗爭拆台事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消除疑慮 委託第三方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選定全台34座基地台測量 結果顯示民眾的健康受到電磁波的影響微乎其微 由我們這邊團隊裡面針對全台34座的基地台做量測 那量測結果的最高功率值是為國際標準值的0.0388% 換句話說我們的量測的結果遠低於國際標準的限制值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量測的整個電磁波的感覺 會比各位家人在我們家裡面用的微波爐 或者是其他的家電用品還更為安全 跟手機相比的話 手機當然離基地台越遠的話 它的發射的功率也就會越大 所以呢建議我們這邊整個基地台的涵蓋率要越高越好 那以讓民眾使用其手機的話更為安全 另外NCC也說明 手機若距離基地台越遠發射的功率越大 對人體的電磁波風險較高 反而建置基地台可以讓手機無需發射大功率 對人體影響較小 同時也提升國內行動寬頻廣速競爭力 前的五月那個彰化和美那個乾淨禮 那曾經發生過有那個就是一個基地台 那那個屋主他這個禮民跟他抗議說 你的房子上面有一個基地台要求要撤除 那當時這個一撤除之後 整個禮的那個手機就沒辦法打通 還有沒辦法上網 所以當時就透過這個禮民大會 然後就通過說應該要再蓋回來 那再蓋回來 那原來那個屋主就不願意蓋 那這個時候我經過我們這個NCC的中區處 這個處長也很積極去促成 那後來跟縣政府在這個就取得一塊這個土地 那蓋了一個單獨三個業者共購的一個基地台 那另外因為這有前瞻計畫的補助 我們就把它再加上這一個發電機 就變成一個防災型 就是說如果今天那個萬一有停電 或者說我們發生一些重大事故的時候 它那個發動機會馬上開啟 那維持這個那個手機的暢通 就等於它是至好可以在72小時之內 透過這個電池還有發電機 那讓這一個這個手機是暢通的 所以一方面我們也維護了這個民眾一般 就是手機的權益 一方面我們也促進了這個在當地 就將來萬一發生防災災害的時候 可以維持手機通訊上的一個安全 這個其實也是跟當地的一些可能民意代表 或者說一些民眾的一些錯誤的觀念有關 大家覺得這個我們這個禮 有發生過幾個這個可能有禮癌的事件 大家就歸因於這個基地台 那我想這個在我們今天的一個量測報告 今天的量測報其實是我們NCC 就是成立以來第一次所做的一個 又透過這個第三方的學術機關 做的一個量測 那這個量測的結果顯示說 其實我們民眾不需要這樣的一個恐慌 因為我們台灣的目前 基地台的這個電磁波的量 是遠低於國際標準的 未來要讓5G通訊普及 NCC也提到還會增加微型基地台 考慮結合路燈政府公共設施 讓基礎建設更為完整 這個其實我們兩年前 就已經開始著手在這個法規上 去修訂這個 我們的基地台管理辦法裡頭 就其中有一項就是 微型的基地台可以設在路燈桿 或是耗自趕上 甚至橋樑 車站 那這個是 因為都是地方政府的一個主管權責 所以之前我們也透過地方政府溝通 那等到他們真的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他們會整批的去 比如說我要建構在哪裡 然後去跟地方政府談說 我租用你的這個耗自趕 租用你的這個路燈桿 那這樣要多少錢整批去下台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我們也樂見 未來各個地方政府都能夠開放 他的這些公共設施 來讓我們的基礎建設能夠更完整 我們的基地台管理辦法 等於已經可以讓基地台業者 來申請這個基地台的一個設置 等於已經取得了法規上的一個合法性 那當然這個主要的權責機關 還是在地方政府 他願不願意把這個公共設施釋出來 然後讓業者來設置微型的基地台 NCC期盼透過兩側數據 消迷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疑慮 若住家附近有基地台的民眾 也可以透過電磁波服務專線 有專人到現場量測數據 降低民眾恐慌 在時代進步享受網速科技同時 不擔心影響健康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